来看到离大陆最近的香港怎么纪念425这个日子 4月25日晚间 香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港办事处前举行烛光纪念活动 呼吁各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有425亲历者表示 越来越多大陆游客退出中共组织 他对民众了解真相后原心向善感到欣喜 点点的烛光伴随着约200名法轮功学员 相和安静的在中联办旁静坐 他们张起多幅横幅 弘扬法轮大法好 揭露中共迫害及呼吁法办元凶 14年来香港法轮功学员坚持425的精神 和平理性的反迫害 怀着善心向香港民众和大陆游客讲真相 来港六年的孔海燕是425上访的亲历者 他欣喜人心的向善 他游客的反应情况来说 经常了都听到游客喊法轮大法好 公开喊 而且我劝退呢也越来越容易 有时候到现在基本上一上午两个来小时 能劝退80多个人来推党团队 我就看到人心的变化 时隔多月来 一直侵扰法轮功真相点的恶党团伙 清官会当晚纠集途中 在附近高声叫嚣谩骂 当恶徒走进中联办前门 准备骚扰法轮功学员静坐时 突然狂风大作 雷雨交加 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 非常狼狈 煮光集会后 香港法轮功学员将在本月28日 举行42514周年反迫害的集会游行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